一个是一起来看流星雨中的端木磊,一个是SHE组合中的Selina,两个人的工作可以说是靠脸吃饭,但是却在一场意外中遭遇了毁容,而任佳轩居然一直恨于好名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任佳轩年少成名,六岁的时候就和田富珍和陈佳化两个人组成了SHE组合,改名Selina。 在01年和到10年之间,任佳轩凭借着甜美的长相以及柔情的声线,吸引了不少的粉丝,粉丝们也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公主,家人健康,事业有成,姐妹之间关系也非常要好。 用任佳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爱情、亲情以及友情都非常的完美。 2007年的余浩铭从快乐男生选秀出道,签约了天余,成为了天天向上的主持人之一。 而当时湖南卫视正在拍摄自己的偶像剧,翻拍的第一部作品正是《流星花园》。 而当时湖南卫视和天余高度合作,就这样于浩铭和魏臣一起被选中参演这部电视剧。 于浩铭成为了一起来看流星语中的忧郁王子端木磊,魏臣则成为了叶硕。 当年仅19岁的于浩铭英俊潇洒,是不少观众的梦中男神。 2009年于浩铭也发布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《拥抱》,那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还被评为了年度二十大金曲。 然而就在任佳轩和于浩铭两个人的视野蒸蒸日上时,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。 2010年10月22日,任佳轩和于浩铭两个人一起拍摄电视剧。 当时有一场爆破戏,在拍摄的过程中,原本按照剧本上的内容,任佳轩和于浩铭一起跑出房间之后,爆破组才会进行引爆。 而因为爆破诗的失误,两个人还没有跑出房间,就进行了引爆,导致了意外的发生。 任佳轩和于浩铭两人,当即被爆破产生的气浪冲翻在地,昏迷不醒。 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乱作了一团,他们谁也没有料到,这场意外的发生,任佳轩身上的烧伤面积高达50%,而于浩铭的烧伤面积高达39%,但是赶来的救护车上只有一辆担架。 于浩铭则把这仅有的担架让给了烧伤较为严重的任佳轩,自己坐在一旁。 在送去医院的过程中,于浩铭的第一反应就是找镜子,很担心自己脸的情况。 等看到车辆后视镜中黑乎乎的那张脸时,整个人都傻了。 镜子中的人五官看不清楚,头发被全部烧焦,两个人都承受着这辈子没有经历过的巨大痛苦。 事故发生之后,于浩铭的父亲也赶到了医院,看到的就是两个被烧得黑乎乎的人。 第一眼看到两个人的时候,都没认出哪个是自己的儿子。 因为两个人都躺在那里,头发全部剃光,脸上都是黑的。 最初受伤的那几个月里,于浩铭严重失眠,撕裂的痛苦,灼烧的疼痛,时时刻刻都在折磨着他。 因为被火烧的原因,于浩铭的嘴也被火烧得变小,必须要带着张口气才能将嘴撑开。 为了减少疤痕的生长,在康复的时候,于浩铭还要在头上面戴一个弹力头套,通过压迫来减少疤痕增长。 同样,烧伤之后的复健过程也让任家轩整个人彻底失控,跌落谷底。 那个时候他恨身边的所有人,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。 不过在最煎熬的时候,父母和朋友的陪伴也让任家轩走出了困境。 任家轩向所有的朋友以及父母表示了感谢,但是却有人骂他白眼狼。 原来根据当时现场的照片,显示于浩铭以肉身护住了任家轩,揽着他冲出了火场。 可是任家轩却对此事闭口不谈,从未对这件事情表达过谢意。 这就由不得让人觉得他忘恩负义。 而于浩铭一些比较偏激的粉丝和任家轩的粉丝展开了一场骂战。 两个人恢复好付出之后,之前那部电视剧原定的女主任家轩被换成了袁珊珊,而于浩铭依旧不变。 两家在开发布会的时候,任家轩的父亲也不断地向外界表示感谢,丝毫没有提及于浩铭。 卫视原本说好将赔偿任家轩和于浩铭两个人。 因为爆炸事件导致在演艺圈事业的一切损失,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,任家轩的赔偿一直没有到位。 有意思的是,于浩铭则发布声明声泪俱下地感谢了某卫视,感谢了公司和剧组的关怀。 以此可见,对两个人的差别对待。 对于这种不公的举措,双方的粉丝又再一次撕得不可开交。 随着事情的发酵,有媒体将之前于浩铭抱着任家轩冲出火海这件事,再一次提了出来。 说任家轩对于救命恩人,不但没有感恩,竟然连一句谢谢都没有,简直是太无情了。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? 面对网友的恶意重伤,任家轩终于在媒体面前做出了解释。 原来当初于浩铭抱着他冲出大火的那张照片,是发生在爆破之前,并非是发生在爆破之后。 且事情发生的时候,两个人分别位于不同的地方,爆炸之后两个人也都昏了过去,失去了知觉。 自然不存在网上流传的于浩铭抱着他出来的说法,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忘恩负义。 这一切也都是因为当时的一段短视频引起的一场误会。 而当视频流传之后,网友和粉丝也都一致认为,是于浩铭将任家轩救出了火害。 而于浩铭方面,对于这件事情一直没有予以否定。 刚开始的时候任家轩并没有理会媒体的这种舆论,但是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种程度。 自己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,一方没有及时做出否定,一方没有及时澄清事实,双方的粉丝倒是闹得不可开交。 两人也在努力地走出那一场事故,给他们带来的伤害。 于浩铭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,戴着皮手套,遮盖着手上的疤痕,给粉丝和观众们带来一首《其实我还好》。 他自己作词作曲,用歌声告诉大家自己的情况。 虽然脸上的皮肤得到了很大的修复,但是不可否认的是,于浩铭也不再拥有当年娇好的外形。 那场大火不仅给于浩铭落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,也让他再也无法回到阳光的少年时代。 但他并没有因此轻言放弃,开始去接触各种各样的角色。 哪怕是男三男四或者是跑龙套,抓住各种机会,尽可能地去磨练自己,终于他成功了。 在《那年花开月正园》中的杜明里,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他的演技。 于浩铭也凭借着这个角色,获得了观众最喜爱影视明星奖。 在《大明风华》中,于浩铭又饰演了《汉王》,给观众留下了深歌的印象。 大赞他是一个演技派,他终于完成了从一个偶像到实力派的蛻变。 任家轩也通过自己的努力,再一次站在了镜头面前,并在2013年的6月份和组合中其他两姐妹一起举办了巡回演唱会,参加各种综艺。 不管是容貌还是精神状态,都恢复得很好。 经历了那场磨难,也让他更加珍惜身边的人。 任家轩和于浩铭也是一起经历了生死。 但是因为不时的视频让两人之间有了矛盾,任家轩还为此背上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称号。 而于浩铭并没有及时出来否认事实,这也自然让任家轩心生不满,但也没有达到记恨的程度。 天灾人祸难以避免,不管怎么说,事情已经过去,两个人也从那场事件中走了出来。 我们无论在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,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去应对。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,对此你有什么看法?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 感谢观看